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追星的故事,病毒抗体 其实啊,喜欢一个明星是很正常的事儿,是吧 但是每个群体总有那么一群狂热的银 为了追星导致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追星活动也变得越发病态 人们热衷于吃由明星的细胞制作的肉食品 甚至将明星生病的病毒植入体内 想要体会和自己偶像一样的感受 这不是没事找罪兽吗 小白就是一家病毒植入公司的员工 他想私自贩卖公司的病毒 但公司规定不能将病毒带出 于是小白将病毒注入自己体内 然后再将病毒带出去贩卖 但是这样一来,他自己的身体也开始承受不住 小白也有一个偶像,那就是美丽的沙姐 沙姐也得了罕见的疾病 小白将沙姐的同款病毒注入体内 体会着和偶像同样的感受 但这次他的身体彻底坚持不住了 口腔开始出血 四肢像被用管道串住一样痛苦 很快就传出沙姐嗝屁的消息 所有人都在排队购买沙姐留下的病毒 小白是最后一个见到沙姐的人 脉肉的大胖知晓了这件事 将他骗去黑市 然后强制抽走了他的血样 晚事后小白就被扔在了街头 这时一个男子找上他 将他带去了一个别墅 去到那里 小白就被脱光光检查 检查完后小白又被带到一个房间 没想到的是 他在房间里看到了沙姐 这是怎么回事呢 沙姐不是已经嗝屁了吗 看起来他的情况不容乐观 原来这群人找到小白 是为了救沙姐 为了调查病毒 经纪人让小白回到了公司 但没想到最后一份病毒 已经被大胖买走 小白拿着针筒去偷袭大胖 却因为病重的身体反被打倒 小白只好在夜间潜入他家 但什么也没捞着 自己还被一群戴着面罩的人抓住 然后被关进了一个隔离间 小白偷袭了看守者 跌跌撞撞地跑出了隔离间 却看到一群观众坐在放映室里 原来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着 并被播放给观众看 小白挟持了女员工 这才得以逃脱 而小白最终也查出了 害沙姐感染的幕后黑手 原来幕后人就是沙姐的经纪公司 他们故意让沙姐病毒感染 然后利用她的人气挣钱 到头来 沙姐也只不过是一个挣钱的工具 经纪人说 有解救的办法 但沙姐已经快不行了 最后沙姐也真正的嗝屁了 但她的肌肉组织和皮肤 依旧被利用着 被制成皮肤质感的管道 小白切开管道病态地 引着沙姐的血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总的来说 这是一部披着追星外溢的病毒片 交代了明星也不过是普通人 很多时候只是商业利益的牺牲品 所以不要把明星神话或妖魔化 也不要在追星路上 丧失了应有的理智 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